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三点将爆料著名孝星 出轨女粉丝一事 在微博上不断造势 称该爆料的恶心程度此生难见 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24日下午两点半 卓伟团队终于爆出了这位神秘孝星 赵四刘晓光 爆料称刘晓光与一位女大学生 相识没多久就在一起了 开房去欢药伟哥 视频裸聊完群屁 舞蹈无极限 细节舞蹈不忍直视 日前刘晓光粉 思心如的闺蜜C小姐 向全明星探爆料 去年八月份心如以粉丝身份 前往沈阳刘老根大舞台 看刘晓光的表演 跟偶像刘晓光合了个样 还留了联系方式 随后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刘晓光就开始聊心如 称呼也变成了宝贝 心如不开心了刘晓光 还会说笑话哄心如 但刘晓光是有老婆的啊 据了解 刘晓光曾离过一次婚 与现任妻子是二婚 现任妻子比刘晓光小十岁 去年才生了一个儿子 疑似刘晓光与粉丝视频 聊天心如闺蜜C小姐还透露 去年十月二日 刘晓光去郑州演出 提出让心如去郑州见她 还发语音让心如自己去开房 还嘱咐心如不能用她的身份证 开以免引起别人关注 随后刘晓光还叫心如给她买X歌 还用各种大尺度的情话聊心如 我想跟你睡觉 我拍完电影回东北楼里睡觉 还是照四万个熟悉的嗓音 说出的话却是这样 C小姐趁心如灵 趁到达郑州后 入住刘晓光隔壁房间 两人就这样发生了关系 然而令C小姐惊讶的是 在郑州呆了三天 心如往返郑州的路费 和其余日常开销 都是心如自己承担 C小姐还爆料 发生关系后的几个月 心如和刘晓光像一对情侣一样 保持着联系 两人经常视频聊天 聊天内容尺度也越来越大 还在刘晓光的要求下 挽起了裸聊 如果说泡粉丝已经足够令人震惊 那么刘晓光接下来的行为一定能让 你经到下吧 C小姐透露 春节期间 刘晓光已提前熟悉家人 唯有带着心如回了家 把炮的粉丝带回家 刘晓光老师也是人才 据C小姐爆料 心如在刘晓光家待了三天 平日里刘晓光带着儿子一起 做直播来赚钱 为了能获得更多打赏跟礼物 赵四尔想到了一个妙招 那就是让心如当托儿 带头给自己和儿子送礼物 刘晓光事先承诺心如 回头会把钱还给心如 于是心如就找朋友借钱 给刘晓光的儿子打赏 前前后后数次 共打赏了两万元 心如找刘晓光要钱 为果子一小姐还透露 春节后不久 心如家中出事需要用钱 就想把给刘晓光儿子 刷笔物的两万元要回来 谁知才开口就被刘晓光拉黑了 无奈的心如只好前去 刘老根大舞台找刘晓光 两人又加毁了微信 刘晓光也承诺还钱 然而到了约定还钱的时间 刘晓光又将心如拉黑了 心如找刘晓光要钱 为果子一小姐称 明明是心如在党 钱 却被说成敲诈和卖淫 心如这才发现刘晓光的真面目 只好又找了刘晓光的助力求助 助力却表示此事她管不着 C小姐表示 事业致辞 心如也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人财良师 受了打击的心如整日以泪洗面 差点得了抑郁症 婚内出轨 空手泡粉丝 两万块都不还给人家 如果这都是真的 那么刘晓光 你还是我们心中的尼古拉斯赵斯吗 这个王红厉害了 竟骂过富城老婆饰演X 凤凰网娱乐讯 之前唐宇哲的小号被曝光了出来 他现在竟然和一个网红在一起了 就在网友找出两人各种联系的时候 比如各种微博互动 点赞 还有各种比较不可描述的聊天内容时 网红发文骂方圆事件一出 立刻遭唐宇哲这方打脸称是假的 网红和唐宇哲的合照都是假的 是批上去的 更厉害的是在方圆 和郭富城结婚的时候 公然叫绑方圆 说他是 EX 看来 这位网红想靠唐宇哲 尚未为成功卡 景百然与妮妮已同居 镜头前公开上演 本晚的4月23日晚播出的《花哨》第三季 第一集中 已经第二次录制《花哨》节目的 景百然一部流神就撒了一百分量 十足的狗粮 她出发前对房间里的女子说了一句 她们都开始录了哈 女子回了一声恩 此时女子探出棒了身子 让观众一下子看清 竟然是景百然的女友妮妮 接着 景百然走向妮妮 妮妮退回到房间内 二人给观众献上一声大大的揪 The Kiss声音 实力天后 而在该节目中 景百然也透露 这是自己刚刚装修好的新家 看着一身热酷休闲打扮的妮妮同学 看来二人同居是妥妥的 不知道好事是否接近了那白板 和为范冰冰颁奖遭无事 但台下范爷跟赵薇热聊 网友 好现实摘要 第八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盛典 在北京举行 没想到这次范爷竟然获奖 一举击败某女郎周冬宇 夺得年度最佳女演员 而为范爷颁奖的则是前段时间 身陷出轨门的百百合 这也是他离婚事件 曝光后首次现身面颁奖嘉宾 在台上或许是受到出轨门的影响 虽然全程大秀 第八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盛典 在北京举行 没想到这次范爷竟然获奖 一举击败某女郎周冬宇 夺得年度最佳女演员 而为范爷颁奖的则是前段时间 身陷出轨门的百百合 这也是他离婚事件 曝光后首次现身面颁奖嘉宾 在台上或许是受到出轨门的影响 虽然全程大秀美辈 但表情却是瞪眼撇嘴有点木讷 范爷获奖之后 由白百合和张国立颁奖 小编看了当晚的视频 只见范爷走上讲台后 白百合还手扶下范爷 但却被范爷无视 只好站立旁边眼神放空 不知在思考什么 只好站立旁边眼神放空 不知在思考什么 范冰冰在旁边 感谢两位颁奖嘉宾的致辞 并发表获奖感言下台后的范冰冰 在一旁却和赵薇聊得热气 这话风有点不太对小编 依稀记的两人 曾经也传过不合的消息 啊 难不成自从两人一起 合资投资唐德公司后 利益一致 所以感情又恢复往昔了 看他们聊得这么投缘 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商量什么投资项目 要知道两位可都算是娱乐圈的身价 亿万女星的一个是号称比豪门 都豪的范爷 一个则是与国内两大商业巨头 王健林和马云都是好朋友的赵薇女总裁 看来交朋友也得是互相匹配才行 景百然与妮妮已同居 镜头前公开上演门维四月 二十三日晚播出的花哨第三季 第一集中 已经第二次录制花哨节目的景百然 一部流神就撒了一把分量 十足的狗粮 他出发前对房间里的女子说了一句 他们都开始录了哈 女子回了一声恩 此时女子探出半个身子 让观众一下子看清 竟然是景百然的女友妮妮 接着景百然走向妮妮 妮妮退回到房间内 二人给观众献上一声大大的啾 The Kiss声音 实力天吼 而在该节目中 景百然也透露 这是自己刚刚装修好的新家 看着一身热酷休闲打扮的妮妮同学 看来二人同居是妥妥的 不知道好事是否接近了呢 就是看来一个 Π 感谢观看